各位大家好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应该要戴帽子的嘛 对不对 弄顶圣诞帽来戴架 各位大家好圣诞节快乐 欢迎收看HanTV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适合我了 本身就最喜欢圣诞节的 因为这个节乐对我来说 是非常温馨快乐和幸福的感觉 是其他的节乐不能代替的 那大家已经准备了 圣诞礼物给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吗 那大家知道送礼最重要是什么吗 礼物本身固然是重要 但是如何去送礼也是蛮重要的 那天我就去走走下的话 就灵机一动 那时候我就觉得咯 最近就是很红那个百元贩卖机嘛 为什么我不支持一个百元贩卖机 送给朋友呢 当他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他以为只是那个礼物 但是礼物才刚刚开始的 给你猜到我就不叫Tommy了 那今天的话是我第一次支持 这个礼物送给别人的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看我这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个点子不错的话 也记得分享给你朋友 或者自己是做一次吧 好 我们私下开始做吧 那百元贩卖机的那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一两个大奖 在一大堆没有什么用的那些礼物里面的 那其实礼物的话 那未必要实体的可以是说啊 按摩一小时啊 或者是小病一小时啊 带你吃一个丰富的晚餐 一个啊 也可以在这些礼物里面 因为我们是用卡片的那种方式来放在里面的嘛 所以自行决定吧 或者是台湾来回机票 如果你有budget的话啦 那好吧 那我就来介绍一下我的材料吧 首先的话 我就找了这一个 这种盒子的话 它就是释放嘛 那你买四个的话 就可以做十六个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粘起来咯 然后另外的方面呢 就是因为它是透明嘛 所以你要拿东西盖着它咯 所以盖着方面的话 你就需要买这些NATURAL COT CRAFT 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预算两片会好一点啊 这个是我昨天才想到的东西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等下来试做一次就知道了 要有刀片啊 尺啊 那些呢 方便割啊 就是一些小礼物啊 我在台湾买了五块钱一个的那种 ok 这些卡片的话 其实是方便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它抽到的时候 你就讲啊 这是第几奖 第二奖 或者是第三奖等等的 是用这些sticker是方便 写在那个123 在那个门口上面而已了 然后有些 nano blocks啊 小礼物啊 等等的 一些圣诞小礼物等等的 当然我也有准备大奖了 这是大奖 就是两个meter的一个小熊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是Google Home Mini 另外呢 就是我买了一些 这个是PIN来的 这PIN呢 其实是来放它的那个门口 啊 大概介绍材料是这样多 我就私下开始做 我也不懂未必成不成功的 OK 现在大概是这样成型了 因为我还没有封了 首先就是标签那个号码在上面哦 然后呢 里面的话就有特别的卡片 因为它太小了 你放不到礼物在里面的 所以呢 你就用这些卡片来 一如好像说哦 这个是礼物11啊 那你要对回咯 这里的礼物啊 11啊 7号8号 这样你就写好的 然后这里呢 你也可以放一些这样的 就是免费再抽一次啊 或者再抽多一次啊 按摩背部一小时啊 免费再玩一次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圣诞节快乐什么都没有 这个 但是只有一个以拉 然后呢 就是大奖呢 就是两公尺的一个背背一个拉 然后还有Google Home Mini的 你中奖了 大部分呢 这个号码 我觉得会放在14号啦 因为很少人会抽14号先的 然后我就会附上有照片给他们看哦 这个就是那个礼物的照片哦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背背 两公尺大的背背哦 那好 大家觉得这个礼物怎样呢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那其实可以分享给你朋友看 我的这个做到 其实就不是很美啦 第一次做是这样的啦 那其实你们做的话 应该会做得比我更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也记得订阅HMTV啊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